老师其实在台南也耕耘好久 每年都办南吼艺术节 这件事情也还 真的很令人惊喜 我刚刚其实还问老师说 南吼艺术节有哪一些音乐家呢 建委会来吗 我会去 今年十月 老师的音乐会怎么可以不去 对啊 一定 南吼是安平的浪特有的名称 在清朝连衡先生就在全台诗里面 提到安平的浪是天下之旗 因为在南方所以称为南吼 那我今年特别去找了 要在哪一个点听南吼最清楚 在哪里 我们会规划出来让大家去听 不会受风声影响 会听到很清楚的南吼的声音 像隐情的低音 这样一直不会断 而且台风快来的时候 那办这个音乐祭 主要的是想要 让大家重新认识安平 重新认识台南 对 因为安平 像我刚才讲的那些历史 很多小孩子不知道 对 我相信很多 甚至在明年 我们甚至想要利用南吼 再筹办一个海贼日 海贼日是什么事 让小朋友知道 安平以前很多海贼聚集的 海贼不是一个 就是他当然他的行为不好 去抢夺别人的东西 对 但是谁生活好会去抢别人的东西 一定是生活不好 对 环境不好 才会带大家聚集一起 去掠夺商船什么 那时候甚至海贼很多规定的 你不能杀人 道义有道的 是有很多规定的 那我们想要让小朋友知道 以前任何商船要经过台湾海峡 是要缴钱给台湾的 是要留下买路钱 那我就是想要让很多人 重新认识安平 知道安平曾经经过多少 其实那是台湾的缩影 台湾也经过那么多 其实是一个很努力打拼 很强悍很坚韧的民族 对 那我们就是想要利用南吼 那我们请到的音乐人 地方性都 色彩都很强 那希望慢慢地把它变成一个 像冲绳民谣记一样 变成一个国际的音乐节 对 我刚刚跟建伟聊天 听说他要在南吼 拿出来的音乐很特别 我想要唱那个 那个 流浪到淡水 因为我上次听过 有一个版本非常特别 他把它改得很演歌 很演歌的流浪到淡水 流浪到淡水 其实是很豁达的歌 我们请建伟帮我们唱一下 演歌版的流浪到淡水 是你 人生扑点去去路路 免得来烦怒 有时困有时也没变 谈到今夜花花花光 在岛上来作会 你来跳舞 我来念歌诗 有缘无缘 大家来作会 小酒喝一杯 好久了 好久了 有緣無緣 大家來做會 小酒喝一杯 好久了 好久了 謝謝大家 好聽 其實我們後面聽到的這兩句 才是之前流浪到淡水的 原本的編曲的唱法 可是你剛剛這樣唱真的很新鮮 對 就很有趣 本來是一個豁達的歌 但變得有點執著 對 演歌的那種Fu 對 老師那你要唱什麼 在南吼音樂節呢 其實縣維的表現 其實已經可以加入我們的團了 因為我們都在改編老歌 是 好像他那種演歌式的 對 我們常常聽到 芒春風 對 也可以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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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的歌 歌唱歌 我們都在哪種 也有世界呢 好像你能不能成為 哪種 我覺得今天應該是我短短的主持生涯裡面 最威風的一天 可以讓 可以叫兩位金曲歌王唱歌 我其實剛剛聽你們在 兩位在玩音樂的時候 唱了那個 紅婚的故鄉 我們節目最後 可不可以請兩位一起合作 我很想聽紅婚的故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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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